各位亲爱的赛斯家族 大家新年好 又是新的一年的到来 怎么样让我们慢慢挥别 过去一年的阴霾 负面的情绪 以便能够迎向新的未来 神奇之道的口诀 结果先确定 方法自然来 轻松不费力 信任感恩加行动 但要有耐心 那结果先确定 在新的一年 我们要确定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可不可以来确定 一个美好健康的一年 我们可不可以来确定 一个幸福喜悦的一年 我们可不可以来确定 一个丰盛的创造的一年 好 那我们要创造实相啊 创造实相要四管齐下啊 思想 信念 先建立 情绪 感受 跟着来 想象 想象能力大发挥 实际行动不可少 那我们如何采取一个明确 微小 且重要的行动 来确定 我们的信念 而行动 是最有力量的 冥想 那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来确定我们的 结果先确定呢 健康的一年 我们要不要开始来 小量多餐 分段睡眠 我们要不要来培养一个 规律的 良好的运动习惯 我们要不要来对自己的身体 多一点的 关心 我们来采取健康的行动 丰盛 创造的一年 我们能不能来采取一个丰盛的行动 来创造 来给予更大的一个喜悦 来给出一个祝福 来送出一个礼物 来给自己一个新的人生创造的机会 我们是否能给出更多的微笑 立即立人立意众生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爱 化为行动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祝福 化为行动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力量 化为行动 所以当我们用具体的行动 来证实了我们的信念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喜悦 我们的丰盛 当结果确定了 它就开始慢慢的 走入的价值完成 所以新的一年 我希望所有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的赛斯家族 我们来采取 符合我们信念的 微小且重要的行动 来让我们朝向 健康 丰盛 喜悦 健康 更多的健康 还有更多的丰盛 这新的一年 祝大家 越来越好 越来越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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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